2021年全球持續受到疫情衝擊 中泰美術館推出最新當代藝術展 殘山勝水 我們的城市失敗了嗎 邀請12位國內外藝術家 從5個子題回應在疫情時代下 各種面向中的城市樣態 城市的議題其實不是單單的 一些想法就可以把它含刮起來 所以我為了讓我們的觀眾 能有更清楚對於這個展覽的理解 還有它的這個脈絡順序 我就將這個展覽分了5個子題 那第一個呢 從這個整體環境的角度來思考 叫做消失以及不可見的存在 那第二個呢 我想從這個城市的一個外觀 叫做破壞與重建的極致風景 那第三個回到人的問題 叫囚禁所與寄生之處 然後第四個也是回到 城市裡面人與人之間相處 政府與市民相處的一種狀態 叫做他者戰場 那第五個呢 我想回到一個更全面性開放性的思考 提供給我們的觀者就是 我們未來城市的發展會往哪裡走 所以我定調於一個明日的應許之地 希望從這個5個子題當中 來給大家多方面的多元的這個觀點 展場中藝術家們透過現地製作裝置 情境互動設計 錄像與攝影紀錄等多元創作 打破樂觀主義 思考城市在這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中 所面臨的複雜處境 我們邀請的藝術家在媒材跟題材 還有造型的這個多樣性 其實我認為是非常的精彩 有做這個裝置 聲音的這個裝置 還有攝影 還有錄像 還有雕塑 還有動畫 其實不害乎是希望 讓藝術的這樣子多樣性 吸引更多的觀眾 用他們的身體來體驗 在這個主題底下 對於城市的一些思想 藝術家原廣民的日常演習 以俯瞰的空拍鏡頭 拍攝台北萬安演習 空無藝人的城市街頭 影域戰爭威脅的日常化 而藝術家吳燦鎮的作品 漫遊者004 則是透過記錄台灣環境音 召喚城市記憶的日常深景 利用聽梯場域 結合雷射光束與投影 擴大觀摺的視聽體驗 生活在城市裡邊 當你還有機會 有可能會跳脫開去思考 你生活的狀態的時候 也許是叫做 你初神的狀態的時候 但是當你在移動的時候 你在行走的時候 其實蟲的聲音一直都在 所以當你有機會聽到蟲叫聲 就代表你已經故意把 所有這些生活的造影 全部去除掉的那一剎那 你才有機會聽到蟲叫聲 當我們行走在城市裡邊的時候 我們都以為有很多框架在 但是其實你一直在突破這些框架 你一直在參與這個世界 參與這個城市的改變 那樣的線它比較像是一個隱喻性的 去想像的這個空間裡邊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維度 我們一直在穿越著它 那相對的聲音也一直在穿越這裡 藝術家和孟娟的作品 《魏斯貝斯計畫》 則是以影像與資料 記錄紐約魏斯貝斯藝術家公寓裡 年邁藝術家的生命故事 展場中設置輪椅 在線影像中的公寓空間 邀請觀眾體驗中老年藝術家們的視角 感受他們面對變老與死亡的豁達心境 那在這次的展覽當中 我也把他們一些很多的歷史文件 還有他們在裡頭的一些 不斷發生的許多的事情 新聞資料都有整領在所有的空間裡頭 住了那麼久 40年 50年 60年 這些空間都開始了有這些藝術家的感覺 所以我會發覺他們的作品跟藝術家很像 藝術家也跟空間很像 那大家就會在我這次這個系列的作品裡頭 威斯貝斯計畫裡頭 可以看到我非常努力的希望 可以讓大家可以有進入那個空間的感覺 我覺得在這個公寓裡頭 不會感覺到生命有一個停頓的狀態 他們不會覺得自己是老的 然後他們覺得未來還是必須持續去努力的 還是有希望的 他們是創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面對變老的狀態 或許是讓我相當感動的一個地方 就是跟我過去的經驗比起來 或許亞洲國家或是台灣社會會 比較機會去談變老或是死亡這件事情 然後對老會有一定的恐懼 那我覺得這個恐懼它在 它事實上是可以學習 經由學習的過程或經由更了解的過程 去消滅這個恐懼這樣 成績過往展覽中泰美術館 試圖透過多元作品類型與觀點 以當代藝術視角探索城市多重樣貌 思考人類與城市文明之間的關係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